Hello,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10月19号 晚上的7点28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天河区 在这里的话就是广州的上色村 那这个视频的话就带大家逛逛广州上色村的春泳春茂吧 现在可以看到路上挺多人的 榴莲这九块九 比较便宜吧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叶啊 还是喜欢的不错的 这里不仅是一个城中村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同样有着很多一些小区楼 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吧 就使得这里逛街的人比较多 这些房子啊 可以说是豪宅 因为这里的房租啊 房价呀 一个平方去到了差不多10万块了 你想一下 一把平方的话 那就是一千万了 一千万 普通人选都不敢选啊 通过这个街景 真是很难看到出来 是一个村的春容春茂啊 在前方那里穿过去 就是广州的上色村了 这里有卖书的 现在还有人看书吗 不是都在手机上面看了吗 不过看手机的书 能看这些几字的书的话 感觉都不一样的 看个人的喜好吧 七彩玉米 十元五条 从这里穿过去 就是广州的上色村了 对于广州的上色村 应该很多人都比较了解吧 但是上色村先对 唐夏村策背村来 这个上色村的话 这个名气啊 在整个广州就差了一点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上色村的位置啊 也是喜欢到优越的吧 因为在村口那里啊 就是广州的天河公园 而且的话这个村 去广州渡县城了 很近 别说渡县城了 就说去广州的港顶那里 也就是提示路那边啊 也很近 那个BRT站的话 只要两三个站就行了 也正因为这里比较靠近这个渡县城了 所以的话这个村也成为了很多打工员 来到广州打拼的七夕地 现在可以看到村里面挺热闹的 因为广州的城中村啊 一到晚上都会十分的热闹非凡 跟白天不一样 白天的时候啊 没有这么热闹 上次到了晚上啊 就变得十分的热闹了 很多一些打工员 就会出来吃宵夜啊 吃饭啊 或者是干嘛干嘛呀 但是拔天的时候啊 有很多城中村 但是拔天的时候啊 很多打工员就要去上班了嘛 哇 这个烤鸡腿 看着的话挺诱人的 还有这个村的房租啊 也不是特别的贵吧 一个单间普遍也就吃八百这样子 五六百的话也有 不过五六百太差了 普遍都是吃八百吧 哇 这个卤味 三红一素才十块 不敢先信啊 那边还有个头吧 三红一素才十块 真是不敢先信啊 这个快价价格 我可以说是 在广州城中村啊 是第一次看到 太清明了 因为广州的城中村 普遍的快餐价格 都是12块 一红两树吧 但是它三分一树 太夸张了 这里就比较正常一些了 一红两树 11块 也比较便宜吧 这里就贵一些 一红一树 9块 一红一树 一红两树 11块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广州城中村的消费 还是十分清明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广州城中村 生活压力 没有特别的大 因为房租的话 没有特别的贵 在深圳 你想七八块租一个房间的话 可以说是不可能 普遍都差不多过千块了 都塞车了 它里面人山人海的 这个上色村的话 也是我见过 一到晚上就热闹非凡的城中村吧 因为有些村的话 它没有这么热闹的 如果喜欢一些 比较热闹的城中村 来到上色村住房的话 是挺不错的 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觉得太吵了 或者是干嘛干嘛 看个人的10号吧 生蚝蚝一块钱一个 牛杂 不过有一说意啊 这里的房子 不要现在看着 比较宽 其实的话 这里的房子都是一些握手楼 要不带大家 逛下他们的小县子 看到没有 一进来 跟外面形成了两个世界 这里的房子 我看不到天的 到了白天啊 我可以说 你根本就看不到阳光了 但是这样的房子啊 一共夜都要四八百块 是的 你没听错 所以的话 想要住的好一点的 那就要加钱了 不过普遍都这样 看到没 不看了 感觉都差不多的 我发现在广州核心的区域的城中村 他们的房子都差不多 都是握手楼 白天可以说是没什么光线的 也不是所有城中村都没有光线 在广州 相对比较偏的城中村啊 就有光线 但是比较偏 很多人就不愿意了 因为比较偏 上班时间啊 就比较长 上班时间一长的话 就挺累了 所以的话 很多人啊 并愿意加点钱 在这些 位置比较好的城中村里面 订一个单间 在这个村八九百的话 就可以订到一个比较好的房间了 没骗大家 但是六四百七百百的话 可能就差一点 好热门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村的妹子啊 也是挺多的吧 一路逛下来 这个妹子挺多的 这个村好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的妹子多不多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村的妹子多不多 如果妹子多的话 说明这个村的环境 以及这个村的配套 或者是种种的因素啊 都是挺不错的 因为妹子在选择CCD的时候啊 会考虑的比较多 而男生的话就很随便了 前方就不逛了 那就大家逛到这里了 那大家看完广州的上寿村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选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